第一百二十八仗,妈,有人打我。 最近,前晚本就来亲戚,这一脚直接把他踹翻在地,捂着小腹咬牙地怒视李东升。 办公室的人万万没想到李东升竟然会对前晚动手,和前晚关系不错的房珊珊急忙跑过来, 刘九龙也站起身向这里走来,前晚捂着小腹冷眼看着李东升。 你活该做一辈子妈宝男,活该被你妈掌控你的人生,没有主见的男人,你也不是个男人。 李东升最接受不了的,就是有人说他是妈宝男,从小到大有太多人说他是妈宝男了, 可他认为这是听话,是孝顺,他宁笑着再次上前。 今天我肯定撕烂你的嘴,把你的衣服都扒光了扔到走廊去。 房珊珊听了这话,忙着挡在了前晚的身前,随后就被李东升扯着头发甩到了一边, 这回韩谦也醒了,看着李东升还有一些迷茫, 当看到他走向躺在地上的前晚时,韩谦忙着起身冲向李东升。 酸疼的右臂软弱无力,再加上刚睡醒身子笨拙,一时间竟然没有抓起椅子。 刘九龙连忙拉住韩谦,并呼喊着让人去拉开李东升, 韩谦正脱了两下没有正脱开,看着满脸痛苦的前晚捂着小腹直不起腰来, 韩谦冲着李东升开口大骂。 孙子,你他妈的冲我来,我早就想冲你去了。 一米八五,身材健壮的李东升抓过一起,直接丢向韩谦, 刘九龙见此连忙抱着韩谦转过身,椅子重重地砸在了刘九龙的背上, 吃痛之下的刘九龙放开了韩谦, 韩谦也在这一瞬间冲向了李东升, 刚挥出拳头就被李东升踹在了胸口。 韩谦也被踹翻在地, 这一次他没有急着动手,拿出手机打给苏亮。 回来,打李东升。 现在韩谦的胳膊上有伤, 他肯定打不过这个家伙, 而且从刚才的动作来看, 这个家伙肯定是练过的, 韩谦起身去摸椅子, 不料抢先被人夺走, 随后韩谦就被人抱住了腰。 韩谦,冷静冷静。 韩谦看不清这人是谁, 可不等他回事儿, 李东升的脚又揣在了他的胸口, 韩谦被人抱着没办法还手, 最近他的脾气本就不好, 甩开身后的人从桌上抓过一根圆珠笔指着他。 是综合部的另一个职员, 绰号老白, 韩谦的圆珠笔指着老白的脖子。 你妈的, 你再敢碰我一下, 我弄死你。 拉片杖拉到韩谦的身上了, 这回所有人都没有发现, 吴丝棍已经消失了, 在韩谦逼退老白的时候, 苏亮来了, 看着混乱的综合部和韩谦马甲上的脚印, 脱下衣服, 拎着凳子就朝李东升走去。 刘九龙上前弯腰抱住苏亮的腰, 从正面阻拦, 急切道, 亮, 别冲动, 这件事情会交给高层去处理的。 苏亮放缓了脚步, 低下头看着面色痛苦的刘九龙, 开口道, 高层处理和我有什么关系? 话落苏亮, 直接把椅子甩向李东升, 李东升躲闪之时, 肚子突然传来剧痛, 低头之石下八硬生生地挨了一拳。 韩谦终于报仇了, 李东升是马宝男不错, 可他也算个男人, 剧痛之下不单眉后退, 对着韩谦的肩膀一记肘击, 看着韩谦吃亏, 苏亮甩开刘九龙就冲了过来。 这时候高层管理们到了, 高履行最先过来, 指挥着从一楼带过来了保安, 把人给拉开, 看着韩谦和苏亮被抓住, 李东升再次上前对着苏亮的脸就是一拳。 苏亮吐了一口血水, 眼神凶狠地看着李东升, 这时李东升也被高履行给拦下了。 综合部乱成了一锅粥, 文件电脑散落在地, 键盘悬挂在桌子边上, 桌椅横飞, 综合部像是毕业生的教室一样。 韩谦捂着肩膀大口喘息, 看着眼前的一切, 高履行面色阴沉正色道, 这里是公司, 不是拳击馆, 想打架出去打, 别在这里给我闹事。 话落韩谦紧接道, 行啊, 李东升你他妈的别和女人厉害, 裤裆里带把咱们就下楼去打, 看今天你是能打死我, 还是我能打死你。 说话间苏亮已经转身走到门口, 拿过一把拖把递给韩谦, 韩谦接过拖步就要折断, 苏亮轻声道, 用铁头打羹腾一些。 这俩家伙明显就是要弄似李东升, 更是没把高履行放在眼里, 李东升恶狠狠地看着两人咬牙道。 高副总, 韩谦和苏亮没理由地一起殴打我, 这件事情要么你把他们开除, 要么我就让我爸妈来公司, 给我找个说法。 开除韩谦和苏亮。 高履行有些心动, 昨天下午, 燕青青, 这娘们和韩谦消失了一个下午, 今天早上, 燕青青在早会上让她下不来台, 说是要整改亏损的水上乐园, 这明显是又得到了韩谦的帮助。 刚才也收到了一个消息, 有人帮助图销把许可证给办下来了。 韩谦不能再留着了, 可就在高履行迟疑的时候, 前晚咬着牙痛苦道。 让你爸妈来, 行啊, 我现在就给我姑打电话, 我看你们谁能把韩谦和苏亮给开除掉。 要是前晚不开口, 高履行还真把这位小姑奶奶给忽略了, 她顾前铃也是股东啊, 而且和李大海持有的股份一样多, 但是, 前铃汇保韩谦吗? 高履行做了一个决定, 你们都先离开公司回家等着结果吧, 你们影响了公司的形象, 破坏了公司的规矩。 回家, 李东升回家能有什么事? 他爸是古董, 高履行为自己的决定, 感觉很精明的时候, 前晚已经拿出手机给钱铃打电话了, 就一句话, 他被打了, 随即燕青青和杨岚也急匆匆地来了综合部, 看着混乱不堪的综合部, 再看韩谦手里拿的托布就知道, 韩谦又惹祸了, 而对方是李东升, 燕青青没有理会韩谦, 力声质问综合部的其他职员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老白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韩谦, 随即道, 燕总, 韩谦回到综合部睡觉, 睡醒之后, 突然就冲着李东升去了。 听着话燕青青眉头皱得更紧了, 韩谦有过打架的记录, 公司人都知道, 这时小姑娘房珊珊急切道。 不是的燕总, 是李东升先把水泼在了钱碗的脸上, 然后又殴打了钱碗, 并且威胁要把钱碗的衣服扒光扔到走廊去, 韩谦只是想保护钱碗, 而且先动手的是李东升, 他先踹了韩谦的胸口一脚, 然后白达抱着韩谦拉偏障, 韩谦的胸口被踹了两脚, 综合不有监控。 您可以看, 谁也没想到房珊珊这个小透明竟然帮忙说话了, 老白的脸瞬间变得惨白, 李东升则是开口直接骂道, 房珊珊你他骂耳多聋了, 没听到钱碗先骂的丝棍, 韩谦骂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? 房珊珊似乎是铁了心要帮钱碗, 挺起小胸脯底气微微有些不足地开口道, 上次也是你先骂韩谦和苏亮穷, 穷逼, 然后你还要动手, 他们才离开综合部的, 钱碗和吴丝棍的事情是他们两个女人的事情, 你踹了钱碗的肚子, 并且要拔他的衣服, 你这个人太危险了。 几句话, 把李东升气的就要动手, 房珊珊被吓得后退了一步, 也仅仅只有一步, 因为被人拦着, 李东升也没办法上前去教训这个女人, 一气之下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。 妈, 我在公司被欺负了, 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, 现在公司还要让我回家, 你快过来救我。 终于来了, 韩谦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来, 和李东升的冲突早晚都会起, 他扔掉手里的托步, 看向杨岚。 杨姐, 送前晚去医院, 我倒是想看看这个骂人婊子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搜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,